在四川森林的某处境地 千万年来无人感叹子 而今却被一股庞大的势力打破了境界 他们在拼命搜寻这某样东西 而领头之人颇具威势 他正是当今的武林盟主 十方英 但奇怪的是 如此多的武林高手搜寻了一日 却全都无功而奉 就在众人一货至极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在森林某处发现了打斗痕迹 现场满地血迹到处都是碎肉 可却偏偏不见一具尸体 仿佛被害致人 是被生吞活泼了一分 这时候密林里突然冲出一个举剑门地骨 此人疯疯癫癫见人就看 嘴里还不停大叫着 我要杀了你 长脚的长毛血 地旁的众人连忙躲闪 可人群中不乏心狠手辣之分 只见剑月池的弟子将员猛然走 一照灵力的寒芒划狗虚 便了结了此人性命 此情此景众人忧心顿起 他究竟遇到了何等服务的事情 才会陷入如此状态 幸存的举剑门弟子质问起十方一分 但武林盟主只是摇了摇头 我只是受人委托才召集你 我并不知此地有何种邪悟 地旁的剑月池掌门柳白虎 嘴角露出了一抹讥笑 盟主可真不善于撒谎 连沧海归猿爵这等绝学 你都能拿出来当奖赏 还装作不知情 他也不顾及盟主的脸色有多难看 继续说道 预期被邪悟当成猎物 还不如主动出击 正好我这有一个幼儿用的伤 说罢他便命弟子扔出一门 此人浑身是伤武功尽罪 显然遭受了残酷的言行 而在人群中的我顿时大惊失色 我一眼便认出此人的身子 他正是我的前师兄 就在十二年前 我的师父克相门掌明夜言周 已建成道被誉为大名剑舍 可却被柳白虹用诡计所伤 并从师父手上夺走了克相间 而我当时尚在年幼无力报仇 师兄便背叛宗门卧底到了剑月池 却不曾想落得如今下场 我想起了过去的种准 头脑一热便挥剑杀向对方 师父大声喝止我 可一切都完了 就在我的剑即将斩到对方之时 一道凌厉的掌风横劈了过来 当了一声 强大的莽筋让我瞬间陷入攻击 当我醒来之时天色已安 师父正抱着师兄独自神伤 就在这时 不远处从灵突然传来了几声一响 众人循着声响看了过去 却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只见一具脸色惨白 冒着阴森绿光的邪悟 正蹦蹦跳跳往这边醒来 他每次落地都会发出咚咚的响声 就仿佛死神的心跳一般吓人 这个僵尸到底有多强 仅仅是一个照面 便升劈了一位武林的底尖高手 普通弟子在他眼中 更像是奸男求生的小白鼠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生吞人类的头 只见僵尸冬的一声原地消失了 下一秒却鬼魅般出现在众人深含 众掌门还没来得及反 其中一人就被劈成了两半 身旁的无尊掌门反应烧快几分 他正要使出绝技铁腕一声 但僵尸一瞬间便发现了他 无尊顿时大胆一样 打出的铁腕转弯为手 怕那边 他引以为傲的钢铁之躯 竟被击得吸引 无尊也是真男人 他完全不顾自身伤势 双腿全力禁不住 僵尸的动作大喊了 给老子宰了他 而尸弟也及时出现 致命一击杀向了僵尸 可惜无尊终究低估了僵尸的战力 无尊连同前来救援的尸弟 一同化作了漫天的碎屋 仅仅一个照片 数个大派掌门便战死当场 此等战力早已脱离人类的范畴 一时间四周安静了可怕 僵尸僵硬地扭过头来看向我 他仿佛在看楼椅 剩下的几人转身就跑以为再站在一起 可才刚跑了几 僵尸再次顺意来到他的身旁 血盘大口咔嚓的一声咬下了他的头 鲜红的番茄将顿时四处飞进 寒芒不断划过天际 四周再次下起了血 我面色凝重地看向师傅 但却看到师傅露出了兴奋之子 他声音颤抖地说道 小川 你去把我的客向剑取回来 此等僵尸一旦逃脱 对于武林来说必然是猎者之灾 今天必须将他斩杀在此地 我硬着头皮点了点头 便悄悄来到柳白红附近 此时的他正想着如何逃离这个鬼 我抓住了这个鸡鸡 对着柳白红发起了致命一击 可惜这一击被他挡下了 他怒骂我是不是疯狂 就算报仇也要看清楚形势 可我管不了那么多 施令如山今天必须取回客向剑 柳白红剑状不在废口时 对我发起犀利的劲动 我剑身轻轻往左一台 卸掉对方的剑气 对方看到招式被迫甚至惊讶 但我并不打算给他反应剑 紧接一手鹰爪弓打向对方的上巴 扒的一声将他击退了3.1864 他难以自信地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显然他被我这一击激怒 接下来他的剑招更是招招致命 但此时的我并不惧怕他 对方的剑招我能逐一划解 尽管他是一派长的 但并不是无法战胜 我深知自己内功平庸 但单论剑法我们剑圣一脉从未输了 在世人面前 他是一代宗室平易镜 背地里却异常的残暴和阴险 清传弟子劝说他早日离开危险之地 可他不仅不听劝述 还无情地砍下弟子的头 但即便是人头落地 可依旧无法平息他的怒 剑撞其余弟子赶忙转身逃离 可为是已晚 柳白红不断挥舞的寒芒 伴随着树下咔嚓声 弟子们被砍成了一地灵剑 而最后一名弟子更是吓到贪软在地 这一路把男主夏小川都看上了 柳白红仅仅因为剑法输给了他这个后 便导修成怒要杀人灭口 果真是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 就在这时 柳白红忽然举起杀剑 剑撞弟子赶忙向柳白红求偶 可柳白红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没有丝毫要放过他的意思 忽然天灵在上方传来了圣人气息 唯一僵尸不知何时来到他们身后 柳白红瞬间汗毛倒数 为了能及时逃命 他毫不犹豫地把地上的弟子踢到僵尸身上 紧接着他连忙后退速度 可还没等他稳住身形 握箭的手腕忽然被枕断 原来是夏小川出的手 他终于抓住机会打出了雷霆一击 而一旁的僵尸也在此时发起了进攻 只见僵尸同时暴击了两人 恐怖的莽劲将两人扇碎了数十米 伴随着啪的一声 柳白红一头撞到树干昏死过去 夏小川则在地上滑行了数米 才恰恰的见 随即僵尸紧随而至 夏小川连忙侧身夺手 可第二击暴踢也然杀了 咔嚓的一声 他心爱的佩剑顿时成了碎片 夏小川心里暗暗心惊 这东西实在太厉害 自己完全不是对手 难道就止步于此 就在僵尸即将取夏小川幸运之时 一到雷霆之声破风而来 原来是武林盟主 释放一步及时赶到驻场 盟主用不可质疑的口吻说道 你不是要给老顽囤送剑吗 难道还要老夫听 闻言 夏小川连忙捡起刻像剑 拼命往师父那边赶去 他是武林职尊 天下第一人 却因一个神秘委托陷入绝境 神秘人委托他前去四川往处生灵 他有预感 该地将会出现胖石针 此物关系到整个武林的行衰 然而众人来到此地方 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神秘之物 取而代之的却是极品 僵尸宝 更离谱时 这种怪物的战力竞高的下 仅仅一个照面就有数位门派的掌门女 而现在他快后悔死 为了减少损失 盟主起手便是成名记苍海归原者 只见无处内部疯狂远向双手 周身的衣衫被震得啪啪坐下 就在内力汇聚到河之时 盟主大喝一声大喊无量 随即运航狂暴内力的一掌打向了对方 在场的武林人士无一不感叹 世间上竟有如此厉害的声音 硝烟渐渐散去 原本活蹦乱跳的怪物 已经趴在地上没了动静 但就在众人以为成功之时 盟主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 只见地上的怪物 此刻竟然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盟主没想到此物竟如此难对 他无敌于天地 今天却被莫名怪物拦住 两人迅速缠斗在一起 双方大战了数千回合 然而在场的武林高手越打越心惊 怪物刀枪不入并且不知疲倦 强如武林盟主身上也渐渐出现伤势 他艰难抓住怪物的破绽 双手瞬间牵制住了他的行动 而断言刀王从灵从天而降 宝刀猛地斩向怪物手里 当的一人 无间不摧的宝刀竟然应声折斗 众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究竟是何种怪物 为何不能被斩杀 他在罩门究竟在哪 就在众人绝望之际 一把威严的声音突然响起 谁说此妖不能斩 众人循着响声的方向看去 来着不是别人 正是那个曾经让世人颤立的剑舍 叶岩舟 他站立东天 雀天生命力 死守将因成八十一天 凭一己之力杀翻七万清兵 最后却被无尽杀意 为了恶制体内的杀意 他决然自费双手 可这也让奸人有击可救 实际夺取了他的配件已经名号 此后无数后被嘲笑他是老废物 可他却从未对外人解释 哪怕是一次 而今武林再次陷入生死层后 他依然挺身而出 要以残废之躯迎战鬼一惯了 此刻剑圣慈祥的摸了摸下小川说道 小川 为时等不到你成绩了 或许这是师父最后一次教我 你务必记住以下口诀以及动作 此招为七步感万简 说罢便大喝一声 有请各位同道为我开路 刹那间他的目光变得异常灵力 周身的气势猛然暴涨 闻言盟主率先暴射而出 其余掌门见状紧随而止 无数刀剑扎向怪物 几人打法完全以命相复 要为剑圣争取这七步的时间 第一步行单影 第二步气缠身 第三步将军式 此刻的他犹如同龄百万兵马的大将军 第四步聚丹田 气势骤然攀至顶峰 第五步凶向险 可此时怪物越来越强 无数武林人士舍命挡在前方 盟主弟子同样意识如此 用尽全身力气打出他最强一击 十二攻阴 瞬间将怪物震飞数十 剑圣再次踏出第六步 本剑 狂暴的内力疯狂隐向刻向剑 第七步百万军 剑圣身后杀其重天 百万兵马已降临人间 随着剑圣一声令下 百万大军杀向怪物 仿佛要撕碎世间万物 冬的一声 狂暴的内力产生了剧烈爆炸 硝烟久久未能散去 人们艰难地从烟尘中看到了结果 怪物呆立在原地 他被绝世剑招一剑升踢 此战事件盛夜延周隐漫 人们顿时发出震耳欲蠻的欢呼声 然而谁都没想到 夏小川到了跟前才发现 师父早已身受重伤 剑圣口吐鲜血艰难地说的 此战十分的痛快 小川刚刚的口诀你可记住 此后你便是客向门的长 也不等夏小川反应 一只手掌突然将其打晕 出手的正是盟主石方一语 石方老头 我的徒儿便交给你了 可惜啊 此生无缘与你好好打一场 不过我最遗憾的是 未能看到小川娶妻生子 说完剑圣便无力地倒下 从此一代剑圣就此落幕 然而就在这时 怪物竟然不止一只 大明加进三十四年 本该平静的一天 却发生了惊天巨变 不仅发生震惊全国的特大地震 还从地下三千八百八十八米深处 震出了能改变武林格局的东西 但可惜的是 此物并非普渡众生的善子 而是长得轻面獠牙的大邪之物 他们身体坚硬 却又异常灵魂 并以一切生机为始 在吞噬完这片森林的火雾 怪物们便陷入了沉睡 直到数十年后 当今武林群雄的盗狠 淡淡的肉香再次唤醒他 此时怪物在疯狂吞噬着火雷 而武林盟主等 就在不远处的树枝上 他们极力隐藏着自己的气息 生怕被树下的怪物发现 很快活人便没了动静 并不是他们见死不救 而是根本就过来 强如剑圣也只能以身为剑 与一只怪物同归于尽 这时的怪物显然已经吃饱了 他打了个宝格心满意足的离开 可就在众人以为死里逃生之时 猴得一声残爱 粗壮的大树应声折断 带人们稳住了身形 却瞬间倒吸了一口凉气 眼前赫然出现了漫山遍野的怪物 四周的空气弥漫着阵阵扶着 而倒霉鬼下小川则下了一栋 此时的他已经与怪物近在咫尺 本以为下小川会就此语 却未曾想怪物近缓缓 看向另外一眼 咚得一声怪物原地消失 下一命 盟主十方一步便被怪物团团围 此等阵仗饶势 盟主心里也不经犯罪 他艰难迎战 心里却疯狂盘算了 为何我等极力隐藏了气息 怪物却依旧能寻得踪迹 难道目标一开始就是老子吗 很快盟主便被怪物偷袭眼伤 他一掌击退了伤人的怪物 然而漫天怪物接准 盟主眼看就要隐恨在此 突然脑中闪破了一丝灵光 他猛然看向手中的客向剑 难不成怪物的目标是他 想到此处 盟主毫不由于把客向剑甩向涌出 他的一声宝剑直插在地上 不出所料 怪物刹那剑便放弃攻击盟主 转而冲向了客向剑 对着客向剑疯狂地啃尸起 坚硬的剑身被啃当当坐下 是七万清兵的血气吸引他 也不带众人继续迎 盟主便用不可质疑的口吻告诉夏小川 聚剑圣的佩剑现在怕是无法带走 日后带你修为有所成就再来去 说罢便带着夏小川匆忙离开 但众人才没走多远 草丛中突然扑出一个人神秘人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持了罢终 而身后的怪物越来越近 神秘人却慢条斯理地说道 这些怪物是你们引来的吗 想要活命就跟我来吧 他是大清第一任皇帝 未为天子 却因一件事不惜贵地球 他以大力恳请武林盟主 召集中原武林的能人意识 前去四川围剿不可名状的怪物 为此他愿意为先祖犯下的剥足手 此番过后他将会剃毒出家 于是就有了武林群雄齐聚四川密林的营 可盟主释放一步万万没想到 此地怪物实力如此可怕 竟折损了大量武林高手 中原武林岌岌可危 好在危机关头 清城派掌门红定山 把人们带到了悬崖边上 秘密山洞 众人死里逃生再次质问起 你此番做法到底是要救天下 还是要灭我中原武林 亲狗想用这次机会清除我 难道你就不懂吗 你就应该剃了长发去当他们的狗 盟主面对同道的痛苦 心中却没有丝毫动你 见圣无悔我一无 老夫就不了腐烂的大夫 但可以就黎明远行 此等怪物一旦到了人间 必定是生灵涂炭 老夫绝不会让此等怪物 躲着离开四川 闻言同道们恨得咬牙切齿 去他心的大义 可就在彼此剑拔弩张之际 一旁的红定山突然说话 你们别吵了 要笑要生笑 果然 人们开始浑身发软贪软在地 盟主等人不知何时已深重异乡 红定山轻轻勾起女弟子下 甚为阴森的孝导 此箱专位有魅力之人配置 我有归系功夫体 用此箱对你等下招 自然最合适服 你们该不会不知道吧 女的就留给我当媳妇 难得让我改善一下法事 老子好几十年没开婚了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一个鬼魅的身影出现在身后 可气雷声大雨连起 危机轻易就被红定山一群化解 偷袭之人正式下行窜 原来他竟是无魅力之人 倪香对他并不起作用 随即他接过剑月池掌门扔来的跌水剑 两人瞬间拼杀在一击 差在边界交手了数十回 双方的衣衫被灵力剑招震的刷刷作息 可红定山却越打越心惊 无论如何致命一片 对方都能轻松化解 年帝轻轻剑法为何如此犀利 红定山剑状不再进攻 看你挺有天赋的 就给剑胜留个根吧 老子不杀你 你赶忙离去吧 文言夏小川却只是摇了摇头 你该不会是炮 众人早就看出了端 灰系功再强也有力竭之时 再打下去他必然需要换气 届时他就离中毒不远 红定山被这一目气的破骨打骂 真是敬酒不喝喝罚酒 你们今天一个都别想走 但此刻人们还不知道的是 一只怪物不止何时 跳到了悬崖的洞楼 危险正慢慢向他们靠近 他是中原的武林龙主 却被无数人痛骂是否 他为了黎明百姓的平安 但愿接受了大清皇帝的下跪尾图 带领中原的群雄的围剿怪物 可却让无数高手为此折损 而今他被奸人困于隐秘山洞 更糟糕的是 此刻洞口竟然来了一只怪物 一旦让怪物杀了简安 此处将无人是他的对手 届时武林必将后继无人 见状盟主不顾自身伤势 疯狂运转脚层的内力 刹奈间他暴起发难 对着红定山就是盖世一枕 紧接着双手抓向一旁的眼睛 大会一声 内力随即疯狂勇向眼睛 轰隆一声 倒他的碎势及时把出口封住 可盟主也因为伤势的反噬 吐出了一口陈年番茄酱 气息一下子又为你了几次 而盟主打向红定山的一枕 也破除了他的堆细绷 泥香的要力让他浑身无力 刹奈间局势攻守密准 他大惊失色地说道 你竟然没中毒 别杀老子 我知道怪物的弱点 而且我还有方法解除你身上的尸体 说吧 便指了指一旁散发着血腥味的痒痒 做完这一切他还觉得不容易 便又告诉了人们此处藏有秘密 而情况危急不容耽搁 洞口外的怪物进来只是时间问题 而行动自如地下行团 必须尽快把伤员运送出去 但就在即将完毕之时 怪物突然过失而了 盟主脸色凝重 你赶忙与小川一同离去 老夫还能为你们拖延一点时间 可红定山面对盟主的劝手 却没有丝毫的动脑 他大意领然报告 赶紧走 给中原武林流点血脉 还有身上的气和血都会吸引怪物 当他们靠近之时 只需平住呼吸即可 滚吧 不要再回来 老子不喜欢你 说吧 便恶狠狠地盯着即将袭来的怪物 他居然要与怪物能归于尽 大鹤一声心里先人反反 随即引爆了山洞梦的战 轰轰的一声山洞应声抖他 硝烟过后 盟主惊险从密道里逃生 人们心里五味杂产 本该热闹的武林大火 却成了众人的葬身之地 而此刻密道上方的悬崖 一个满脸胡子的人自言自语 哼 没想到吧 老子洞里有两条命法 想老子死哪有那么容易 这片森林是老子的地盘 你们谁都别想跑 一夜无眠 待天亮之火 幸存的人们开始分道扬镳 他们迫切离开这个狗地坑 这本该宁静的森林 现在映入眼眶的 却是漫山遍野的碎骨烂肉 而夏小川循着战斗组 找到了师父陨落之地 可让他意外的是 师父的遗体已经被安葬 而目前正跪拜着一个口吐八甲之 身着窝蜂的浪主 他是我见过最固执 却又最悲催的反派 他惊险地从怪物口中逃生 可为了得到他想要的人 他不仅没有离开这个狗地坑 反而固执地折返到盟主歇茧之地 伺机扑向了正在把风的女弟子 面对忽然出现的红定山 女弟子慌忙起身迎战 可惜他身上的迷香尚未解除 刹那间他便被红定山压在身上 飞机就被一拳打晕 而红定山则似笑非笑地走向地下室 他早就猜出盟主的端倪 师徒和迷香再加上强行运功 盟主你现在怕是有心如历了 红定山眼见盟主无力阻止 他瞬间色心大气 要当众行不轨之事 就在他以为今日能物理降低之时 一道悦耳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来者是一个身材颇为性感的女人 也不等红定山有所反 神秘女人便平空封了她的血 悲催得她动兜兜不然 她现在心里极其难受 女人随即一脸蛮味地说道 你们跟我走一趟吧 否则我不介意送你等去见你 很快盟主等人被带到了一处空地 才发现这是一群疯癫之人 江湖人称五癫散 原本是受了艺术之命来杀人灭捕 可他们现在改变了主要 要用武林之人去给怪物做誓言 随即领头之人强行让江掌门 吞下了一颗巨灯 死要三个时辰后便会发作 届时再把江掌门威给怪物 以此来观察他是否会中毒 而就在这时 地旁的红定山不淡定 张嘴又是那一句在熟悉不过的队 大侠您不要杀我 我知道那些怪物的作品 还知道青城山密宝的位置 你放了我 带你们去 此时他心里异常的苦 他感觉最近不是在求饶 就是在求饶的路上 而最要命的是 对方见他长相如此奇特 心里不禁犯起了一阵杀意 就在红定山即将交代在此地之时 身受重伤的武林盟主 突然爆发出今天的气势 地长拍出了江掌门体内的毒药 紧接着一招苍塔与人觉风向的对手 盟主屁腻着对方说 虽然只恢复了两成功力 但杀你们足以 见状对面表现得稳如泰山 可心里却翻起了惊涛骇马 明明已身受重伤 为何还有如此强劲的内野 他心里不禁萌生地退 虽然人们暂时得以拖起 但趴在地上的恒定山 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我为何如此悲催 玩球罗 这老头用那么强劲的内野 那些怪物要被吵醒我 果然就在森林的处 无数怪物猛然张开了心红的双眼 他们如同死时已来 向着众人的方向杀剧 而另外一边的下小船 情况同样是意识如此 他艰难摆脱倭寇和伞人的追杀 便寻着响生方向急速赶去 他剑法通天 却添生命 出生不久便成为了孤儿 尽管在剑圣权力教导下 他剑法突飞猛进 可内功却是停滞不前 他千辛万苦凝聚的内野 总是莫名的消失 从此他成为了半废之人 受尽无数人的嘲笑 而今他为了拯救武林土 毅然要用这副残驱 独占数十头星红怪物 但他不知道的是 此战过后 此地的无数怪物突然苏醒 他们疯狂往山顶赶去 他顿时就有一种不想的欲望 必须要在怪物之前赶到山顶 否则他必将厚恶 果然带他赶到山顶之时 盟主已经陷入了狼战 尽管盟主魅力强劲出招训武 而双拳始终难敌四手 稍有不慎就被窝口浪人 从背后偷袭 刷了一声 寒芒在盟主后背 留下了深深的伤脑 而一旁的散人胖子 也不给他反应机会 趁机杀向身后的无辜女弟子 就在此时 一个鬼魅身影闪至身前 瞬间将对方击退 随即一击鞭腿紧随而至 咚的一声 胖子被重重击倒在地 一时间爬都爬不起来 夏小川牧师前方头也不回地说道 秦姑娘别害怕 这是你落下的气 本公子给你带回 闻言语花脸上微服 心中似乎泛起了一丝连衣 而此时森林四周飘来了一股腹臭 人们定睛一看 却顿时吓得心惊胆跳 四周不知何时聚集了无数怪物 他们焦躁不安 被太阳烧得滋滋作响 显然 他们迫切想撕碎眼前的血 更糟糕的是 本该万里晴通的天际 却突然乌云密布 五颠散人见状心灵 不惊心惊 今天便到此为止 剩下的怪物交于你们收拾 中原武林这些年过得太安逸 此等九死一生的险境 说不定能迫使盟主突破登峰造极之际 真到了那一面 你们一定会赶紧 说罢便连忙带着手下撤离 为主 剑撞下小枪听力与怪物周旋 他左右同罗法自行跳 他要为人们争取一点事情 哪怕只是一秒 可是他还是失策了 怪物对他根本没有兴趣 依旧疯狂地追杀着盟主 危机之际 他看向了自己的优势 刹那间 他的目光变得异常坚毅 随即利刃划过手掌 鲜血循着拳头慢慢滑落 他对着怪物大喝一声 你星星地过来啊 有种就来咬我 闻言怪物循着血腥味杀向下小船 而他则全力往树林伸处跑去 男生居然一刀划开了自己的手心 他紧握拳头 让鲜血尽量多得连住 但他并不是在自询等间 而是在想方设法救人 他要用手上的血腥味 去引开眼前的食人怪物 让受伤的队友得以逃生 他如此大胆 只因他在评论区 留下了狗头保留 下小船做完这一切 便拼命往树林里跑去 只有在树林里才有一线生机 而身后无数星红的怪物紧随而止 他一边奔跑一边紧盯怪物的动性 可即便是如此谨慎 情况却依旧万分惊醒 怪物的呼吸异常凶 呼售的手掌流如盖世凭气 下小船用尽全力才能恰恰躲开 很快他便感觉到体力不知 他立刻改变了策略 想要活下去只有不疼地奔跑 他拼命往山上跑去 可惜才没跑多久 他便被不知疲倦的怪物前后夹击 就在即将引恨此地之时 他想起了剑圣的教育 看清对手动力 改变对手的攻势 便能立于不败之地 见状夏小船得意地笑 但此刻他万万没想 在前方等待他的 却是一个身不见底的悬崖 身后的怪物却越来越紧 此等情况不容得他有丝毫有误 夏小船用尽全身力气加速 刷的一声纵身跳下了悬崖 可身后的怪物如同恶鬼一般如形随形 夏小船抓住机会按住了对方的脑 他以此戒势稳住了身形 紧接着一招刻向剑法展现了怪物 但此招并不是为了杀敌 而是为了让对方失去平衡 随即他便以断剑为媒介挂在了眼壁上 忽然夏小船头上传来了声情 他猛然转过头来 却发现怪物已经贴到他的眼神 更离谱的是 他分明在怪物眼中看到了一丝灵质 纷纷的一声 怪物击碎了上方的眼神 而夏小船惊险稳住了身形 他看着摔下悬崖的怪物 一个荒谬的想法由然而生 难道这种恐怖的怪物 他还会净化出了灵质 不等他多加思索 一曲悠扬的琴声传来 夏小船寻着琴声走去 却看见身穿短裙的少女在附近 原来羽花一直在紧口等他 两人相视一笑 想来盟主等人已然脱鞋 但两人到了呼井下的密室 正好看见红定山挨揍的影响 这就是倾国女生的下场 而挨揍完的红定山格外的乖巧 盟主也在此时绕有深意的说明 红掌门久居此地 却未见你求助任何门牌 想必是事出有因 你怕是想独吞青城山的秘宝 闻言红定山嘴角扯了扯 他看着洞顶定了定神 回想起那久远的记忆 一切是从那个月飞风高的夜晚开始 他曾武艺高超前途无量 却因一件事变成了残碎吐头文 那是崇祯十五年的一个语言 他与往常一样历练归来 可却在路上遇见了一个星河怪物 他连忙赶回宗门报告了此时 却未曾想 他竟被怪物尾随支持宗门 就在那一阵 将不刻刻有名的清城派被狐鹿带见 无数师兄弟惨死在怪物手中 男人也在激战中失去了一只眼 幸存者们退守到掌门密室 可即便是这样 受伤的师兄弟依旧不断地发狂死去 这种怪物身上竟然带有尸体 而一旁的男人 因喝糯米酒指痛逃过了一劫 他也在此刻想起了一个无端的传统 在很久之前 清城派有一个不老名字 便是属地镇妖旗 就如这个名字一般 他们的职责便是镇压所有品 他们以祥荣木为结界驻扎在属里 可时光飞逝 昔日的朝代早已耕地 而镇妖旗也在数百年间渐渐凋零 却从未见过所谓的妖 最终只有少数人留下坚守使命 但幸运的是 尽管镇妖旗早已凋零 可四川与清城山的降龙墓在起作用 一直把怪物围困在此 直到某天清城山四周的降龙墓 被朝廷强行砍伐盖了一座暴墓 怪物才得以在四川内自由行 时间回到现在 红定山结束了会 他举起早已断掉的右手刀 看到我的右手 为了验证糯米酒对怪物是否有效 我与六师弟喝足了酒 与怪物大战的一场 六师弟当场震惫 我也在此战中失去了右手 可是师弟的血肉 仅仅让怪物削弱了几分 而我也变成这副鬼不鬼能不忍的 可即便知道弱点又如 除了盟主你们还有谁能力敌此等怪物 唯一办法就是趁走离开 这辈子都不要再回来 可清罗帮少帮主罗叶却不这么认为 红掌能好寂寞 千方百计想弄死我 现在却劝我等离开 依我所看还是因为青城山的秘密 镇妖旗乃是正规军编制 他们必然会随军日志 想必这些日志就是秘密所在 文言红定山也看完不下去 他冷横说了 那本秘籍是一本 记载着凤江之树的主头 只要习得其中的凤江之树 老子控制这些怪物大局 我就能当皇帝 而这本秘籍现在就在青城山 那里已成怪物的猛逃选 他们的首领 也就在那里 怎么站 你们愿意随我一同前去吗 皇帝老子可以不当 但镇妖旗的使命必须完成 文言一旁沉默不语的猛主 此时终于说话 老夫与你同去 为了天下苍生 此等妖物必须消灭 而且老夫想突破现已的境界 此番也许是个绝佳器材 凡说武林有三样绝世争 其具这三样珍宝 便能号令天下莫得不足 第一珍宝 便是剑圣的克相剑 剑圣手持绝世神兵 死守将因成81天 凭一己之力杀翻了七万清兵 第二珍宝 便是武林盟主自创的绝世内部 长空心诀 修炼至高深厚 便能以血肉之躯硬抗神兵力气 第三便是骑女子 拥有各种奇异智能 能给予同行之人极大的帮助 堪称绝世辅助 剑月池的江源 以及由黄谷的羽 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但世人不知道的是 水能在周易能复众 江源就在众人放松警惕之时 他独自来到火房 点击了所有东西 他冰冷的眼神 在火光的映照中 更显得冷不无情 待众人发现之时 火房的火势已发不可收拾 江源一步步踏上楼梯 他与父亲江掌门隔回队 而江掌门此时已怒口尊少 但江源依旧无视他的责骂 他告诉父亲 孩儿不想嫁人 我想留在此地 不想再压抑真实的自己 孩儿有病 一种喜欢是杀的病 说罢江源便在众目回回之下 开始了不可谋述的事情 孩儿只有在这个不受约束的地方 才能毫无顾忌地杀戮 享受那种杀人的快感 孩儿就此别过 下次再见便是不死不休 说罢他便无情地转身离开 而密室也在烈火中开始倒塌 人们惊险地逃离了密室 而来到地上的江掌门 就如同丢了魂一板 他只留下一句 我的女儿没那么容易死 便独自离开这个鬼地方 人们此刻异常地苦恼 经过简单的商讨 便决定往最近的刘家村赶去 那里有一个地下密室 能暂时躲藏 可众人还不知道的是 离他们吉利的地方 一群怪物正悄然萎缩着人 其中一只新宿的嘴里 还叼着剑胜的客向剑 但奇怪的是 此刻的客向剑以往甚为不敌 本该赤红的剑柄 此时已泛着暗淡的蓝光 显然七万轻丁的血气 已被怪物吸得一干二净 就在他们身旁 一个武林之人极力隐藏着气息 他试图躲开怪物的追上 可怪物依旧在四周疯狂嗅着气味 其中一只 甚至以夸张的姿势扑到他的脸上 眼看不是被憋死 就是被怪物咬死 忽然怪物掉转了方向 向着远方森林跑去 他生死 以为停之时发起了攻击 带他看清对方的脸 却震惊得和不容嘴 是你柳白虹 你竟然没死 然而回答他的却是冰冷汗 他抓的一声 柳白虹结束了他的性命 随即他喃喃自语 下小船你给我倒 断手之仇我必加倍风 他坦贝二十四万清军为本 却从未想过弃乘头险 他率领十万大名一名 与剑胜一同死守将因成八十一天 杀翻了清兵七万五千多人 可最终剑胜却迷失在无见修罗之境 剑胜一路遇神杀神遇佛杀父 直到一个较下远之的人出现 他用自身性命的代价 才把剑胜拉回到清醒状态 这人便是下小船的父亲 为了不再滥杀乌 剑胜居然自费了双手 而将因成直到城破之日 也无一人投降 八十日待发孝中 表态祖十七朝仁人 十万人同心死 刘大明三百里江山 何其悲壮 此后剑胜便带着不仁的孩儿 他把毕生的武艺都传授于他 但他却把孩儿的内力封印了起 他不希望孩儿重挡他的父亲 只希望小船安安稳稳地取其身体 而此一生 时间回到现在 盟主结束了思绪 人们在赶往梁家村的路上 他们选择了更耗费时间的山路 只因此地白天有五点三 晚上有十人怪物 形势只能万分小心 此时盟主看向夏小泽 他绕有深意地说道 小船你是否无法凝聚内力 是否感觉有用不完的体力 夏小船微微点地点头 盟主这才确定他被剑胜中的督脉 难怪他性格如此 原来是源自于体内散不掉的气 小船此后你要紧记 你体内其实是有魅力 而且此等魅力已积聚了十多年 除非遇到了生死关头的情况 否则你绝不能打通体内的督脉 贸然打开可能会暴体而亡 说吧盟主声音又大了 他告诉众 老夫愿意把沧海无缘诀传授给你 有了此口诀对付怪物便更有王 你等强盛一副 沧生便多安稳一副 可盟主的话还没说完 我热了他们来了 有只怪物朝我们这边来 而且还有另外一人的脚步声 那人极有可能在引导怪物向我们袭 我们被算计 果然下一命 一个人头从暗处飞出 随即一只心从怪物紧随而至 他捡起了血淋淋的人头啃食了起来 众人见状连忙闭气鼻息 一边的锦衣卫赶忙抓起无意 冲进了附近的森林消失不见 很快怪物啃食完就要离开现场 可就在这时 隐藏在森林的柳白红抱起偷袭 对着羽华就是一道致命寒暴 危机之际 夏小船即使挡下了这一击 但尚未走远怪物 刹内间便发现了他 咚的一声 怪物出现在夏小船面前 一滴力爪瞬间就扑杀到脸上 夏小船尖难阁挡 他大喝一声 你们赶快走 别管我 别看这个少年一股狼狈的 他体内可是封印着大杀器 此股力量已在他体内憋了二十多年 只不过一旦时间将会山峰毙命 并且他也可能会性命不好 因此 不到生死关头绝不能贸然打开 可他如今被奸人算计陷入了武战 他不停要抵挡怪物殉民人机 还要分身闪避奸人的偷袭 很快 他便被奸人偷袭击手 就在危急关头之际 盟主等人及时赶到 两人艰难击飞了怪物 可盟主也遭受伤势的反噬 而夏小船深知引盟主现在的状态 留在此地必然会遇 此后将无人是怪物的对手 想到此处 他依然挺身而出 今月即便是战祠 也是要护盟主周全 他凝视着盟主目光坚毅地说道 恳请盟主为晚辈打风都慢 只有这样才有一线生机 此等妖物绝不能让他们离开四肢 正好晚辈也想见识一下 自己真正实力究竟有多强 可不等夏小船把话说完 一旁的怪物便从乱石堆中爬起 他仿佛被惊人 疯狂地嘶吼 紧接着东的一声 向着夏小船等人暴省而去 见状盟主迅速来到他的后果 此等情况根本不容得他多加思绪 他默念一声 对不起了剑声 便猛然对着夏小船开始运渐 一瞬间 盟主便在夏小船身上点了186下 可谁知紧随而来的 却是深入捕损的头 夏小船强忍着疼痛 不敢有丝毫心 随着光阴一声巨大 压抑了快二十年的内力 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胜 精灵寝世始终 一遇风云变化了 此刻的夏小船拖坛放了 浑身营绕着狂暴气 双眸开合的瞬间 一道刺眼寒芒直出云霄 这一刻森林里的所有人 无论是人类还是怪物 都不约而同地 看向了夏小船存在的方向 而他们此刻 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 便是这道突然而来的气息 虽然与剑声的气极为相像 但却比前者更为蛮狠 更加不讲道理 而怪物被这气息深深吸引 他嘶吼着扑向夏小船 面对飞扑而来的怪物 夏小船却没有丝毫的距离 他缓缓挥动 寒芒展向了怪物 真人 探词极为普通的意见 却蕴含着可怕的猎力 刚猛的剑气 刹奈间把怪物击退了数百 四周的碎石 背弃浪震的叉叉坐下 这赫然便是登峰造极之境的猎力 可是 一旁的盟主却看出了端 此刻的夏小船状态异常化 他无法驾驭着突如其来的猎力 此等状态再不加以控制 不出一炷香的事件 他必然会因内力耗尽而力竭生亡 他是武林的后解之心 可却能左右武林至尊的生死 此战判一旦站满 不仅至尊性命不 甚至整个中原武林都将受灭的志灾 为此他貌似解开了体内封印 可他却无法驾驭这份孵如其来的力 导致力量虽然刚不跑 但却无法伤及对方封印 更致命的是 此等状态无法使用剑招 只能凭着蛮力胡乱劈砍 眼看他就要有了论在此地之时 一股悠扬的琴声传来 夏小船顿时感觉失控的内力收放自如 他脑中映照出绝世剑招 一剑五次堂 怪物顿时被杀得天旋地专 紧接着又全内力攀至顶峰 这一拳降八方 震山海 飞机轻声地出 便与夏小船紧紧靠在一起 他正是手持伏锡琴的情侣 两人彼此相识意 都看出对方此战的决心 夏小船抱贺一声 便贴地及时杀向怪物 他疯狂挥动所为 刹那间数十箭招展向怪物 他看准机会将怪物击飞到上 紧接着 他一招乌鸦坐飞机来到上 落地瞬间致命剑气紧随而止 硝烟散去 怪物滋滋地低吼 他被巨石压得无法动 人们眼见怪物落入下落 紧皱的眉头不禁舒展了紧 可盟主却脸色凝重地说道 华尔的琴声有一丝反乱 留给小船的时间怕是不多了 他必须赶忙上前舞蹈 但就在这时意外却发生了 躲在暗处的柳白红一脸震惊 他无视锦衣卫对他的警 被秦宇华发起了致命偷袭 争的一声 赤红的寒芒展向了秦宇华 袭来的寒芒速度起砍 下小船只能帮忙使出剑气 不安心的是 寒芒被剑气改变了方向 与秦宇华擦肩而步 两人怒视着寒芒袭来的方向 不约而同地使用出了成名大招 十二宫英 绿中大 剑成弦英 一剑转春秋 两招剑气刹那相互与 在半空中形成了剑气旋 漩涡带着末日气息射向了柳白虹 内力气浪久久未能散去 当锦衣卫赶到之时 身灵巨树已被削得东歪西倒 而柳白虹此时已不知所踪 只留下一把卷去不堪的长剑 突然冬的一声 一只怪物打断了他的思绪 那是一只叼着刻像剑的怪物 显然他寻着气味才来到此地 更糟糕的是 更多的怪物在接踵而来 锦衣卫顿时胆占心惊 他连忙屏蔽气息 下小船你得快点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看着眼前不穿内衣的百岁小女孩 这个一千多岁的干枯怪物 瞬间精神了起来 这是秦玉华第一次给男人当赌注 却未曾想望 身上的气息深深吸引住干枯怪物 他仿佛打了鸡血一般浑身颤抖 怪物慢慢蹲下僵硬的身躯蜂蜀 秦玉华两人见着 明白决定胜负的一击二击 下小船脸色凌重 他疯狂回忆着师父剑圣的教育 想起师父的七步百万剑精髓 他让秦玉华把内力聚向他的右手 百万内力汇聚成剑 那一刻上能发现下能斩掉 一人一腰瞬间碰撞在一起 断剑催哭拉朽般的劈开钢铁之躯 争了一身怪物右手硬生脱落 但奇怪的是 受此重伤怪物却不喊不叫 反而迅速改变了方向 以雷霆之势杀向了秦玉华 怪物目标从一开始辨识他 秦玉华赶忙运功阻挡 可在怪物迅猛的攻势下节节败者 而夏小船失去情声的福 内力又开始在体内势口 危急之际 他不顾后 断然把积攒了二十年的内力全入室 黄豹内力挫紧 衣衫背弃浪震的啪啪坐下 他运转内力急速杀向怪物 锋利的寒芒萦绕着毁灭气息 这一件毫无保留的扎向对方的腰 而黄豹的内力循着寒芒 疯狂涌向对方体内 爆炸过后烟尘渐渐散去 断手怪物被炸的路之踪影 而夏小船早已筋疲力竭 他虚弱地看向秦宇 然后勉强挤出了一丝笑 可就在这时 他脚下的石头固然一清 站立的地方开始 他无力地坠向悬崖 健壮 秦宇华毫不犹豫地飞速扑向夏小船 随即两人便相拥着坠向的深渊 坠压不久后 在一条冰冷的河溪旁 秦宇华恢复了意识 他艰难搀扶着夏小船 走向不远处的破烂茅屋 两人的衣衫被河水进了势头 伤势让夏小船身体越发蓄弱冰凉 尽管身上盖上了稻草 可却根本起不了宝门作物 此刻秦宇华翘脸微微放弄 只见他慢慢剪下了衣衫 轻轻靠近昏迷的夏小船 随即两人肌肤紧紧贴在一起 他要用身体为他取乱 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个男人死去 而另外一边的盟主等 他们已经逃离到密岛之内 盟主心神不宁的感觉已消失 他感觉到夏小船两人安全拖起 一旁红定山好奇心大气 他迫切想知道将连为何变得如此 师姐回忆起一年前发生的事情 就在他外出参与营救永利的行动之时 剑月池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他是一个掌握着天下人生杀大权的恶 便是他导致了师妹现在的恶 他出生宁门雀天生命 每天重复着刻苦修炼 却因一个男人流落荒野坠入 一年前的某天 他的门派剑月池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那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神 掌握着天下人生杀大权的大恶 他用赖势掌力打穿了剑月之山 且仅用数招便重伤了江长 江源率领众多弟子与之激战 可换来 却是对方的轻蔑一行 他仅仅张开大堂报会 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荒花音乐阵 便差那间土工瓦解 他不仅要用全派305.5个人的性命 对江源逼关 甚至以失险性命相威胁 最终江源被迫屈服 可他接下来的话 让在场的人们未知震怒 他竟要求江源当众脱去伊山燕 师妹们的眼光让他感觉无比羞耻 男人肆意地大笑着 他对江源的身材甚深的 待你满18岁之时 老夫便会迎娶你 在那之前好好珍惜自己 此后以冷若冰霜著称的他 只能终日以泪洗脸 一直到了武林大会的照片 他随掌门进入了四川森林 死地的怪物以及无情的杀戮 让隐藏在心底的暴虐彻底被唤醒 最终他坠入魔道 他要以杀正道 是要成为绝世高手 他要亲手杀死这个殿顾他清白的大鳄 于是 便有了江源当众不可描述的意义 在烧掉密室后 他便开始疯狂追杀武林人士 为了快速提升修为 他甚至与怪物激战了一个晚上 最终全身而退 而这个逼疯的大鳄 便是满清第一勇士 而另外一边的夏小船 他刚从噩梦中醒来 便看到秦玉华身着素衣在河边 两人相视一眼 脸上不自觉地挂上一顶修 就在这时 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他们身后 正是五颠散人中的窝博浪 他告诉了夏小船一个秘密 那就是客向剑的代理 此剑由始皇帝到唐朝开始锻造 经历一千多年铸造 却无法成行 最终是九宫一派的参与 才铸造成功 而他的任务便是 挑战剑胜夺回客向剑 可剑胜却在森林一战雨过 而剑胜的徒弟却是无魅力之人 那边再无挑战的必要 他本打算就此放弃任务返回日本 可昨晚的那道开天辟地的剑气 让他彻底改变了想法 夏小船自然不相信他说的 简直不说八道 流传数百年的客向剑 怎么可能是东营之物 而且我不是剑舍 你去找柳白红吧 他才是当代剑舍 可浪人缺面无表情 回答道 他只是欺视到门的心 我要挑战的事 在你恢复之前 在夏会一直跟着你 直到与你分出胜负 他曾是大清的皇帝 却甘愿以跪拜大礼和自己的地域 去恳求武林盟主的帮助 恳请他带人前去四川 围剿不可名装的怪物 可如今中原武林遭受重操 无数高手被怪物残忍 这究竟是皇帝清除障碍的阴谜 还是仅仅只是一场意外 而更巧合的是 江掌门在入川的小道上 发现了青东 甚至就在不远处 以躺满无数武林原式的尸体 其中不乏赫赫有名的高手 江掌门见状悄悄拔剑 果然下意 无数神剑如同道路一般摄像台 他左右屏幕身床追剑 这才惊险躲开了致命一击 在不远处的岩石上 一个身穿青军铠甲的人注视身灵 原来如此犀利的剑阵 正是湘黄旗有名的铁语阵 他颇为惊讶 竟然有人能在他的剑阵中存留 随即双剑便出现在他手 他猛地拉弓要使出毕生绝技 岂不知 术后出现了一个黑色身影 黑影突然射出了一块黄金令塔 亚伯兰低头一看 黑影竟是敖大人那边的人 随即画面一准 江掌门此刻意拖起 他找到姓臣的中原人士 前有英雄铁召集我等 后有不肯凌撞的怪魂 现在更是有清兵围困 这一切不可能是巧 说吧 江掌门便带着人们来到中埋伏之地 地上的断肢残腿与腥臭的血腥味 不停冲击着人们的性命 而清军的剑鱼也在此刻杀倒 刷的一生一剑便顺杀了一眼 人们顿时狼狈逃窜 在这一连串血淋淋的现实面前 人们彻底相信了江掌门所说之言 他随即告诉 十方一步的目的不仅让灭掉 他更是为了夺取青城山的碰浆液 而此时他已身负重伤 只要赶在他之前取得资保 便能利用碰浆秘法操控怪魂 灭掉满清朝廷 从而光复汉人的大好山 你等与其在此地等死 还不如随我放手一捕 说吧 便带着众人往青城山赶去 而另外一边的锦衣卫 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前有清兵后有怪魂 他们已被团团包围 更奇怪的是 锦衣卫在与罗叶交谈中发现 眼前这个罗叶并非普通人 甚至他并不是汉人 他似乎在躲避着某人的追杀 才不得已来到此地的 于是 他便想着带着罗叶离开这个地方 可就在这时 眼前鬼魅般地出现了一个人 此人身负重伤 目不能使 他的双手早已残废 可语气却万分坚毅地说道 少主您没事吧 数下来就明了 他先天残疾 目不能使 却凭着不灭一指 日夜拼命修炼 最终打动了武林盟主 盟主破例收他为统 并传承了武学一波 他与其余两位师兄 被武林人士称为 太宫三绝 大师弟云无常 传承重玩叠战光 拥有刀枪不入的钢铁之躯 二师弟海无量 传承沧海威远举 乃是武林最强内功 而他三师弟封无乡 传承破功追封部 凭着出神入化的感觉 能轻松掌握方圆百里的所有动静 而今日他身受重伤 但他却没有丝毫退 即便是拼了命 也要保护这个小孩 不仅是失命难为 更是因为这个小孩身份不简单 他搜的一声发起了犀利进攻 眼见锦衣卫被离去 一时间无法起身 他极力压制体内人淤血水 少主属下马上带你到师父身边 说爸便使出全力 往盟主所在之地级跑不去 可就在他刚离开的一瞬间 锦衣卫身旁便来了一个老乡好 两人对视一眼 老乡好便解开了他的血道 两人默契地追杀起封无相 很快便追上了重伤的封无相 三人一瞬间便又撕打在一起 显然二对一封无相毫无胜存 可即便是这样 封无相并不打算交出罗音 多说无意 锦衣卫兰西广双手输诊 霸道的魅力瞬间冒花了 此招为宋朝绝学降龙神证 封兄请接招 应接了兰西广述招绝计 封无相顿时口吐鲜虚 伤势又中了几次 见状兰西广不忍心地说了 封兄我与你师父有交情 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 刚刚那一掌里把你内脏拍碎 可回答他的 却是封无相决绝的声音 请兰师叔继续刺激了 封无相趁着这个机会闪生的剑 他暂时甩开了两个 用虚弱的声音告诉罗叶 少主请继续往这个方向前行 再走一里地便可找到师父 属下的内脏早被云师兄拍烂了 至今只是靠着一口气强撑着 接下来的路只能靠你自己 闻言 罗叶焦急痛苦 你不准走 你再走 朕要治你得罪 可封无相依旧没有回头 他亮亮呛呛地往反方向走去 助少主龙体安康 愿少主早日除妖 带兰西广寻到封无相之时 他也安静地坐在悬崖边 此时的他早已没了气息 兰西广一掌封开了地面 用碎尸埋葬了封无相 你是我这些年唯一见过的忠义之人 丰兄安息吧 此地无人会来打扰 而罗叶也成功找到了王主 在得知所发生事情后 王主顿感大势不妙 赶忙起身的 他本该是一只毫无情感的僵尸 却因一件事背弃的七口冒烟 眼泪之流 他袭击了男主的心上 最终他被战武扎男主 当着中僵尸的面 以爵士一剑斩下了右鱼 这一幕让他颜面锁地 从此他不杀男主是不为将 现在他终于等来了报仇的机会 夏小船内力再度适合 一道霸道气息冲天而起 僵尸瞬间锁定了他的位置 他丢下手中快餐 疯狂杀向气息所在的方向 可僵尸万万没想到 他在路上竟然遇到窝国浪人 而浪人是为了与夏小船离物 才不惜外出寻见的 一人一世相不无言 但却默契地同时发难 浪人出手便是最强绝技 凶武道 这一刻他仿佛是来自地狱的恶武 修罗一声 剑气化成修罗 打出钢脑一击 伴随着当了一声 手上的宝剑应声碎裂 浪人心里不禁骇人 僵尸也不给他反应击 仅一招便让浪人失去五成战力 但他并没有继续攻击 反而不懈地看了一眼浪人 便转头向前方急驰而去 此刻他的眼中只有下响残眼 但另外一边的下响残眼 对此却毫无察觉 他路上遇到了长空三绝中的鸣武招 双方目的都是与盟主归合 于是几人决定相伴而行 可僵尸却在这时降临了 几人赶忙停闭气息 可僵尸却紧随而至 危急关头 他以大神通一招劈开了身影 让阳光得以限制僵尸的行动 只可惜 此时的僵尸以怒否中伤 极致的愤怒 让他不惜顶着熊熊烈烈的灼身 他一步步走向下小子 要准备跃塔枪杀 仅仅数招众人便发现 这个僵尸与昨日的大有物理 不仅心红的眼睛流淌的血 而且行动异常的能 他不再是僵硬跳的 双腿犹如马腿一般灵 在挡住僵尸的钢顶边腿 下小船已无力夺舍 危急时刻 争的一声 修罗一闪从天而降 来着不是别人 正是赶来支援的浪人 随即他朝风起下降 堂堂剑圣的弟子竟如此如想 让你见识一下传说中的妖刀 此刀乃是与刻向剑同源的兵人 妖刀九宫村正 说吧 便持刀杀向对方 双方看似也买有 浪人甚至略战上风 可实际僵尸攻击的并非浪人 而是浪人手中的妖刀 果然僵尸渐渐牵制了浪人的行动 下一名 而下小船也不管他尴尬不干 飞升挡下了这致命一击 这是连九书见了都要退避三射的怪物 但这个男人不一样 他不仅不害怕 甚至还异常的兴奋 只因他体内封印了不得了的东西 他的尸地风无香 也因这个东西被打成了重伤 他喘得粗其恳求秦宇华 让秦宇华给他解开封印 他要上前与怪物激战一场 哪怕只是解开一盏茶的时间也行 可谁知 风无常突然如同精神分裂一门 未倒在地痛苦地扭动起来 他用不可质疑的口吻告诉秦宇华 不要相信他 绝对不能解开封印 否则会死很多人 原来 风无常体内竟然有两个人格 一阵一邪相互共用同一具躯体 解开封印将意味着把恶魔尸败 这是下小船情分危急 他已被怪物打倒在地 而秦宇华也到达了极限 他只能拼死一本 随着刷的一声传出 云无常的封印被解开了 他鼻速上前挡住了落下一击 随即一脚暴踢击飞了怪物 他嘲讽起下小船 夏少侠可真丢见圣人 没有了秦升 你连如何运功都不会了 可就在这时 一道极咒的破风声纷然响起 怪物致命一击 封在了风无常后 可这一掌却未能将他击杀 云无常一身重满叠仗 早已被他炼制出神入伐 钢铁之躯甚至比盟主巅峰时期还要强悍 稳去陪你的美娇娘吧 等我把这玩意解决了再回来杀你 毕竟师父本来就要杀光你的所有人 正好顺便让你等见识一下 超越登峰造极之境的力量 说吧 一脚把夏小船踢到秦宇华身旁 紧接着 一股无见修罗之境的恐怖气势骤然扑开 他俯冲向前与怪物展开激战 狂松暴雨般的拳头不停风向对击 刚猛的拳头仿佛无视了怪物的钢铁之躯 一时间怪物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云无常抓住了鸡腹 将怪物击飞到半端 紧接一招乌鸦坐飞机来到他的上方 而云无常落地的瞬间 又是一顿剔头盖眼的疑问 与此同时 夏小船还在思索云无常所说 既然盟主要杀光我等 可他为何还要多次出手住 正当夏小船疑惑之时 浪人跌跌撞撞地来到两人身旁 他告诉夏小船 无见修罗之境又称杀意之境 凡是到达此等境界的武者 自身的灵智都会被杀意侵蚀 会疯狂攻击身边一切火物 盟主带上此等怪物武川 分明就是想住我等于死地 趁现在还有机会赶紧跑 这时云无常已击败了怪物 他气势慢慢攀升 正向着夏小船一步步走 见状夏小船却不准备逃跑 他要弄明白此事 不能让见圣死的不明不白 就在两人即将交手之际 一个倩影把夏小船挡在身后 他活着的唯一目的 就是帮姥姥杀死自己的志情 为了助他完成目标 姥姥从小便传授他绝世的课诵 法医生只能使用一次 并且需要敬言苦修十年 从此他风域不改 日夜苦修 他没有再发出过任何声音 哪怕是一个字 他要把这招留给那个人 可天意却是喜欢作弄世人 他今天被迫改变主意 只因他此刻身陷险境 有人要取他们的幸福 来者是踏足无见修罗之境的绝顶高手 林无常 对方杀气喷 正一步步地逼近 秦玉华突然抱起始祖 绝世一击 大鹰牺牲 无形的声波击中了林无常 并带着毁灭气息向四周扩散 巨石在毁灭的气息下 尽数粉碎 硝烟久久未能散去 云无常狼狈的身影 渐渐出现在众人眼睛 他浑身是血 也不变成波澜不尽 心里却泛起了惊涛海蜡 这一股听不见的声音 竟差点将他轰得吸碎 他强忍着身体的颤抖说 还有其他招式吗 没有的话你们可以交代着 可他话还没说完 他身后的碎石猛然炸了 本该死绝的怪物 却竟然又站了起来 他浑身闹着浓浓黑烟 原先漆黑的躯体 现在却呈现出淡淡的金黄色 显然怪物的状态 比刚才更加凶狈 见状云无常 面露兴奋之色 遗人一怪迅速激战在一起 可仅仅一个罩目 云无常便赫然发现 本该刀枪不入的他 现在竟与常人无异 他的重栏叠杖功被扑 而妖子传来的痛苦 让此刻的他更加兴奋 他不顾身上的伤害 出招更加迅猛狠 很快 地旁的夏小川便看出了端 云无常攻势虽然凶狠 但在失去硬气功附体 便渐渐落入下方 他一个不慎被怪物的血盘 大咕咬了之间 可他依旧不服气 嘶吼着你没吃饭吗 这点力度咬不死 这时夏小川拿起长剑 加入了战斗 他一见展现了怪物的眼睛 而云无常则趁机将怪物击碎 落地后迅速给自己点血止血 他喘得粗气 嫌弃夏小川多管前尸 夏小川没想到云无常伤成这样 嘴巴却还是硬的 而吃痛的怪物痛苦地站起 他拼命嘶吼 身上还燃起了熊熊令 见状两人脸色凝重 如云大敌 他们此刻都有一个不好的运 怪物的状态明显不对劲 仿佛有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 大清皇帝不戏以大礼 为拜汉人盟主 真龙天子的这一步 真的会让刚正不恶的武林盟主 倒得向前 变成汉奸背叛自己人了 武林人士死伤惨重 真的是盟主故意造成 为了解开这些谜 夏小川不能让云无常战死 他是唯一知道真相 所以夏小川决定与之一同对抗 变成坏 此刻怪物的状态比伯仁转还要 他浑身散发着火热 疯狂怒吼着杀相两人 以此交手的一瞬间 云无常便被一招秒杀 怪物将他摁在地上 皮肤的高温把云无常烧得呲牙 随即冷地将他甩向夏小川 刷的一声野猪突刺紧接而生 他仿佛要将所有人都串在一起 怪物这种奇怪的剧 顿时明白他要做的事情 怪物想要与他们同归于尽 见状 夏小川只能被迫使用那份不有定的力 两人瞬间拼杀在一起 刹那间便交手了数十回 双方的衣衫被真气震的刷刷坐下 可夏小川却越打越心惊 无论有波纲的真气 对方依旧能轻松接下 而让人及时来到身边之缘 夏小川压力顿时减轻了不舍 他艰难地找到了反击精力 一箭扎向了怪物布置 可魅力也在此时出现了偷窄 危及关头之际 一股柔和温暖的内力 涌入夏小川体 来者正是秦云 两人对视一眼同时抱贺一声 东北一声 怪物被风飞到半步 狂暴的真气在怪物身上 疯狂似别 最终在怪物身上撕开了一道道 而被击飞的怪物也到达了几些 他不甘地凝视着天空 想起了前尘往事 那时的他还是一个人类 他被镇妖气无情地活埋 最终沦落成现在这副样子 他发出了最后一声露鸣 惊天的爆炸震动了山河 怪物也随之化为了尘埃 而一旁的夏小川 语云无常两 也因试毒发作陷入了昏迷 必须尽快转移到安全地方 红一时间 沉睡的怪物感受到同伴的死去 他们猛然苏醒发出了怒吼 这一声怒吼 仿佛带着无尽的不甘与愤怒 巨响随之传遍了整个华夏大地 而远在百里外的青城山顶 一个漆黑威严的身影 正坐在守卫之上 他慢慢张开了眼 那是怪物们的老大 他终于苏醒了 他八岁登基称帝 本该贵为天祖 却毫无视权须有其名 为了惩治全臣夺回视权 他留下替身迷惑中 自己却化名罗叶冒险出国 他要入川招那能牵制全臣的能源意识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趟四川之血将会改变他的意识 他遇到了一个不但能改变武艳格局 甚至能改变天下之主的东西 那便是青城派的秘密 就在刚刚 罗叶在摆脱蓝西广的追杀后 村子到处都是诗汉 村民早已被吃得一干二净 众人躲进孤井下的密室 才得以暂时休止 而一旁的红顶山偷偷告诉罗叶 盟主这人怕是没那么简单 他怀疑王主仍念神 去青城山是为了消灭怪物 但背地里极有可 是为了得到控江之法 再以此法控制怪物推翻朝廷 从而自己登基称帝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红顶山此时还不知道 他面前的小孩会是当今的皇帝 而他的这番悄悄话 也给康熙的心灵挨下了怀疑的准备 皇帝对于觊觎自己权利的人 向来都是不好龙人 果然当天晚上 红顶山突然发难 他伺机打晕了剑月池的世界 看着如此俊俏的小妹 他色心顿时大气 可就当他准备上手之时 一把火筒突然抵在他的光头上 我替你解决 并不是让你做这些龌龊之事 不要妄想反抗 这把火筒虽然伤不了 但却能惊动猛主 只要你助我取得控江之法 我保你下半辈子文化复古 文言 红顶山稍加思索 便答应待遇 毕竟在这时代 能随身携带火筒 身份一定不简单 可罗叶两人并没有害了多久 他们在路上发现了打斗 是怪物袭击了这一群人 但诡异的是 这群人并没有被怪物吃点 而是全身血液都被抽干 红顶山脸色凝重心里不停嘀咕着 难道是那个大家活性 也许只是老子多想 然而正如他猜测一样 在青城山的某处 无数怪物流淌的血泪 喝足了鲜血 他们正响应者王的号召 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行 怪物们要把肚子里的鲜血 喂给他们了 而罗叶两人连夜赶路深感疲惫 他们找到了最近的降龙屋 本想得到树上休息 可就在这时 一群不速之客 浩浩荡荡地走进来 假如庄十三有断位 那这个浑身发光的小孩 一定属于王者级别 他为了吓唬诸葛大武林高手 他策划了一场 近乎完美的庄十三 首先 在怪物袭击人们之间 他故意选择人们 最绝望的时候 躺在前面 然后摆出一副帝王的姿态 与怪物对峙 当怪物接近他 他看准时机怒口 朕乃当朝皇帝 还不速速退下 话音当落 怪物双脚神气般地燃起大 吃痛的怪物顿时怒口中烧 怪物猛地杀向小孩 朕命里退下 又一声爆火传来 半空中的怪物刹奈间被击飞 他痛苦地捂着额头 不敢再发起攻击 在怪物眼中 他看到罗叶爆发出惊人的气势 气势在他四周 形成了一条针笼 随着罗叶声音加大 他身后的威压越来越大 最终怪物承受不住 威压狼味的跑 人们不敢置信 食人不眨眼的怪物 会被一个小孩喝退 怪物难道真的惧怕皇帝吗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是罗叶唬人的伎俩 怪物真正害怕了 是他身后的一样东西 就在刚刚 罗叶与红定山准备 在降龙树下稍作修整 可身后突然来了一群不促之客 正是想夺取 空江之法称帝的江掌 双方见面瞬间剑拔弩张 混乱中罗叶不慎摔 头顶的斗笠随之滑落 金钱鼠尾变的发型暴露在人们面前 双方顿时吓了一跳 江掌门刹内奸便猜出他的身份 你该不会是康熙吧 是你带着清兵围剿活动 闻言 人们顿时炸开了胡闹 这个是杀皇帝的大好时机 尽管江掌门只是猜测 但宁可杀错绝不放 可就在寒芒即将杀到之时 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杂乱声 众人向后看去却大吃一惊 不知何时一只怪物一起 杀到更倒霉的是 纵观全场没有一个绝顶高手能允之对抗 怪物如如无人之计 一时间死伤无数 人们渐渐陷入了绝望 而罗叶剑撞心生遗迹 他推开众人走向怪物 于是便有了开头喝退怪物的名 但罗叶呼吸怪物 人们对他的杀意大大降低 江掌门也在此时劝告大家 杀一个皇帝没有意义 他身后还会有无数继任者 重要的是尽早取得控江之法 杀了十方一步这个罗马 再逼迫蛮子把江山还给我 你俩现在就给我们带路 说吧 便隔空将罗叶两人的穴位封死 而另外一边的盟主两人 师姐费青年刚从昏迷中醒来 他发现盟主已走火路 而洞口早就被前后封死 更糟糕的是 洞外不知何时来了一只怪 他在不停地挖堵即将破洞 危急之际 重伤的盟主决定 把沧海温元爵传授给费青年 唯有这样才有一线生机 他资质平庸 却存不隐败 为了追求高深境界 冒险以凡人之躯 导战浩瀚沧海 在海上挑战巨浪 整整五千七百天 他明天日子一日 可即便如此拼命 他却从未成功过一次 在失败五千五百次后 他依旧百折不能 而上天仿佛被他的执着打斗 一缕阳光照在他身上 水滴在他眼前化成了气 他差那间动物 戏聚成云 云宁成云 与最终归于大海 世间万物均有轮回 自此他悟出轮回之等 能轻易借用自然产生的气 沧海归原爵救死 他也见识 踏入了登峰造极之际 男人便是如今的武林盟主 十方一步 可现在他的处境并不乐观 即便他的修为早已出神入寒 但脸色依旧无比文重 只因他此刻与费青年被困在洞 而洞外怪物即将破洞 危急之际 盟主决定把改造后的 归原爵传授给费青年 此宫乃是盟主 以归原爵结合归西宫修改而成 使用者能进入石化状态 能否在极短时间内学成此度 只能靠费青年的悟性 不过费青年没让盟主失望 就在怪物破洞而入的瞬间 费青年成功顿入了石化状态 怪物一阵无比 明明刚才还有活人气息 为何眨眼功夫便消失不见 怪物搜索无果后 便转身准备离开 可就在这时 费青年所化的石头出现了裂缝 更糟的是 裂缝渐渐扩大开来 他的一声石化状态完全消失 怪物一瞬间扑了上去 见状盟主爆发出惊人气势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 盟主散发的气不再是刚猛正气 而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杀气 他赫然已踏入无间修罗之境 另外一边的夏小泽 也被这一声巨小惊动 他们早就来到了刘家村 并寻到了糯米酒给夏小川捷 而云无常也告诉了夏小川 盟主召开大会的目的 正如人们所料的一样 他本打算杀光整个武力 可怪物的出现 让他改变了主意 或许他会借此机会 正是自己的杀意 为此夏小川要赶往盟主所在地 他想要亲自去确认 盟主是否真要杀光他们所有人 他凭着凡人之躯 却敢应当绝世妖邪 他有一种自信那便是 仙人之下午无敌 仙人之上衣换衣 随着震天暗地的一击分向妖精 地人一腰飞向了仓 无数刚盟掌力不停倾泻的妖精神 随即双手规拒毁灭气息 巨大的躯体跨越仓裙 将要降临在妖邪身上 然而烟大无伤 邪雾跌跌撞撞地站立起 盟主并没有感到意外 他竖起一根手指 气势骤然攀升 那是他刚刚自创的攻法龟臣指 又是一顿犀利钢挡的攻击 龟臣指催哭拉朽般击穿了对方的钢铁之躯 而盟主并不着急结束战斗 他要找出邪雾的弱力 龟臣指不停息向对头 然而即使是贯穿心脏 甚至打断手脚 都未能找出对方的照明 直到对方毫无行动力 盟主才一由未尽地打抱对方头 就在这时 夏小川来到了盟主面前 你是要杀光了吗 然而回答他 却是盟主的无情一击 此刻的盟主已然被杀意占据了神志 他享受着这种无序束缚自己的战斗 突然他听见了一阵优美的琴声 那是秦玉华弹奏的琴曲 可在盟主眼中 他看到的并非是秦玉华 而是他曾经的爱人 由黄谷谷主秦如仙 他曾与秦如仙有过一段情缘 后因盟主隐居长空山庄而结下恩怨 看着那个他推陷了一辈子的声音 他听吹去中的恩怨 盟主气势瞬间滑落 任由攻击打在他身上 老夫没有辜负你 你撒谎 秦如仙大喝一声 更强地一击打向了盟主 盟主跪倒在地艰难的水里 老夫没法回去 在我踏入登峰造极之境之时 老夫的神智便渐渐被杀以侵蚀 为避免措手杀妻 老夫只能隐居长空山庄 只是世道如今 万般解释皆是徒劳 这条命你拿走了 但令人意外的是 秦玉华飞扑到盟主怀里 他并没有下死生 毕竟盟主是他的亲缘 两人兵士前前相拥在一起 盟主此刻暂时得以亲切 随即他告诉夏小川真正的命 正如人们所知的一样 盟主本打算杀光所有的武者 让所谓的武术断绝此 没有了武术就不会再有 被侵蚀神智成为杀人机器 剑圣也是故意让邪恶杀死自己 剑圣拿起剑的耐克 就有了赴死的决心 而邪恶的出现改变了盟主 此等邪恶一旦出了四川 将会是生灵涂炭 为此他必须要借助人们的力量 消灭邪恶 而杀意也在此刻再次清醒 盟主竭力保持着清醒 老夫的功法你们传下去 我会为你们扫平 前往青城山的障碍 假如再见之时 老夫依旧是这副母娘 那请你们杀了我 说吧 双腿猛的一根消散离去 发舞力军天 却添生命 为了救出年轻后辈 不惜踏入无界修罗之境 以神智幻取力量 成功杀翻了绝世妖卿 最后却被无尽杀意腐蚀了心智 为了一直体内的杀意 他毅然离开了队伍 凌飞一员前去狩猎那些当中妖卿 他要用最后的时间 去为后辈扫除更多的障碍 就在他即将力竭之时 他看到了一条奔流的布 想起了剑圣曾经说过的话 世间万物都是相生相克 在厉害的人后 都有东西能克制他 所谓的杀意亦能克制 可惜老朽杀念太主 那座杀意凝聚成了世山 老朽已无法越过 假如将来你翻过了那座山 你一定要告诉我 山内头的风景 刹那间 盟主顿入了一只杀意之法 那便是五行之法 长下属土 土可以治水 水被治而有利于心 那么泥土便能一只杀意 盟主猛然结束思绪 他给自己挖了一本坑 把自己埋在土屋 成败与否在此一举 而另外一边的夏小川 一行员经过简单的修整 状态基本恢复 他们准备出发青城山 但在此之前 夏小川准备先抢回克相界 他打算用自身的气息 引妖鞋上钩 他此刻自信满满 有了盟主的内功心中 以及秦宇华的琴声加持 他不再畏惧所谓的妖心 一旁的秦宇华文言脸色照顾 显然两人的感情更静硬 就在这时 有何等关系 但他没想到的是 浪然的回答让他甚为惊讶 两把兵器竟来自同一块云体 在始皇帝36里 本该平静的一天 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事情 一颗允星划过天际坠入了东郡 有号施者在允星刻上了大字 始皇帝死而递分 得知消息的始皇帝勃然大怒 下令彻查却一无所 便将附近的民众屠杀殆尽 并且立刻焚毁允星 大火整整烧了七天七夜 两名奉命焚毁允星的锻造师 却惊讶地发现了子母云体 那是允星被焚毁后留下 云体异常的坚硬 绝对是驻剑的绝世神亮 于是两人便偷偷带了回去 其中一块叫响 落入了九宫一派的手中 此后锻造师的后楼 日以继夜锤炼云体 这一炼便是一千多年 可即便锤炼如此长的时间 云体却依旧无法成行 最终被迫出海求助于九宫一派 而九宫一派急功近利 为了早日锻造出神兵 他们不惜以禁忌之法驻剑 那便是人血驻剑 他们整整投入了999人的血 用十九月便锻造出绝世神兵 这一切是当时的皇帝默许 但九宫一派最后却因此遭到驱逐 为此他们要夺回客向街 这是一场瓢泼大盆 结束浪人的回忆 他们赶忙躲进破庙壁 但奇怪的是 这间破庙明明荒废已久 却写了异常干净 香炉还有烧过柴火的痕迹 夏小川大感应 他尝试推开佛像前的供桌 却发现此地并不简单 供桌下面竟隐藏着一间秘室 里面究竟藏着什么 夏小川怀着忐忑的心情打探一遍 发现这个秘室一应拒绝 除了食物药物 甚至还有床部和洗 而秘室中间 还赫然放着一具残破不堪的秘室 这不禁让人猜测 难道此地曾是红定山幽贵的人 众人经过简单的修整 夏小川与秦女华便迅速修炼起农主心法 第二天一走 夏小川迫不及待 要验证盟主心法的可行性 并不是他莽撞虫 而是此地密室构造特殊 邪物僵直的身体无法进入 纵使他打不过也能撤退到密室里 随即一股澎湃的气息冲天而起 没过多久 树林里便传出巨大声响 无数巨树被撞的东湾西 一只漆黑邪物从林中杀了出来 看着眼前的怪物 夏小川被吓了一天 只见怪物大腐翩翩 赫然也怀有身孕 可不容夏小川多写 邪物已向他扑杀过去 他赶忙施展盟主的功法 一瞬间邪物仿佛失去势力一般 近在咫尺却无法看见 盟主的功法对邪物起作用 但就在这时 树队友却犯病 在破庙里的云无常突然大喊一声 夏少侠宁可帅呆了 邪物一瞬间便锁定了破庙里的众 他曾是个最善良的妻子 但如今却成了杀人如麻的将农 一千多年前 镇妖七在他面前 处死了他的丈夫 腹中的孩子也随他被埋葬在地下 而经他化为将人到处引人物为食 他嘶吼着扑下来 众人显知又显地躲进了密室 但不幸的是 莫妙被将人撞得四分五遍 唯一的出口已被碎尸堵 那就意味着 只剩一人的夏小川 将要独自迎战可怕将人 夏小川见状丝毫不拒 甚至为此感到兴奋 他抡起手中的长剑与将人缠斗在一起 只见夏小川左右藤女 以鬼魅般的身法攻向对方 犀利的剑招不停斩在将人身上 可奈何对方实在太阴 普通剑招根本造成不了伤害 长剑也渐渐出现了卷验 就在这时 夏小川旁光一死 正好看见地上的屁邪酒 他灵机一动 抓起屁邪酒 狠狠砸在将人脸上 而刚猛的一击紧随而至 随着擦的一声 将人脸上被斩出深深的伤口 屁邪酒削弱了他的钢铁之躯 随即 试图地将人发狂般杀向夏小川 剑撞夏小川猛喝一口屁邪酒 这一刻他化身灵魂 口中的屁邪酒吐向了断剑 随即空中翻滚360度 一剑扎向对方天灵盖 擦得一声 醋薄的断剑刺穿了皮肤 狠狠地把将人定在地上 这时秦玉华等人刚好哭 两人大吃一惊 大赞夏小川一人放倒了将人 费青年赶忙提心 可不出意外的话还是出意外 将人忽然原地爆起 众人被这股距离直接震飞 三人一将刹奈间又发生激战 好在将人早已被辟邪酒削弱 仅仅交手几个回合 便被费青年砍中了伯格 而秦玉华抓住机会情深合理 费青年顿绝神灵附体力大无几 手中常见争的一声 将人停止了挣扎 头颅如皮球般在地上滚落几时下 做完这一切 费青年呆立当场 不是他被画面吓死 而是因为 就在斩下将人头颅的瞬间 他看见身前有一座血 和尸汗堆成的山 他竟提早察觉到杀意的族在 此事下小川自然不知道 他们很快便退回到密室里 准备稍作修整 便再次启程前往青城山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那具将人的尸汗忽然动 体内爬出一只小将人 这只小将人似乎与普通将人大有不同 仿佛有灵智一般好奇的看见四者 他不死一命 却添生命了 被困娘胎一千多年 直到母亲身手一处 他才得以从母亲体内脱壳了 而鸡肠鹿鹿的他 吃掉了比他体型大数倍的母亲尸体 可即便是这样 他还是饥饿男人 就在他即将封掉之时 食物送上了门 两只叼着刻像剑的江人来到了附近 江人同时发现了他 看着他如此受刑 江人并未将他当成威胁 小江人好奇的上前秀了秀 可就在时 江人察觉了他的杀意 但一切已经完了 只见小江人一个俯身躲步攻击 紧接着飞扑咬住了对方肩膀 刷着一手 本该刀剑不入的皮肤 在小江人面前犹如指鼓一门 一瞬间对方被大卸八块 一旁叼着刻像剑的江人也难逃一劫 本快被吃得一干二几 可小江人依旧意犹未尽 他还想继续吃 他便捡起了刻像剑 循着血腥味走进立斗 那是夏小川等人离去方向 但小江人还不知道的是 有一群人比他先了一笔 这群人便是很久没出场的江源 自从坠入魔道里 他便开始疯狂地杀了 身上的衣裳早已被鲜血扔 修为也随着手上的人命增多而抱着 他本打算以这种方式修炼 直到修为能与敖败品 再去报当众羞虑之仇 谁知一个人的出现 让他改变了主人 那人不是别人 正是自称剑圣的柳白虎 两人均是心狠手辣之辈 自然臭味相讨 而消失已久的五颠散 亦是如此 这一群大恶人联合在一起 不知谋划着何种意义 他们追踪着肺青年的气息 来到了破庙下的秘识 这里倒满肺青年的气 江源疯狂嗅着肺青年留下的衣服 身体还不由自主地扭动起来 而小江人这时也在慢慢向他们靠近 他天生丽志 美艳动物 可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 为了拒绝敖败的婚约 他不惜当着相亲父老的面 行不可描述之事 为早日报敖败羞辱之仇 他更是以杀正当 以人命来换句修为报仇 他还钟情于师姐肺青年 对肺青年身上的味道十分失明 而他现在更是兴奋到不能自古 只因他看见了不得了的东西 那是一只手持克相剑的小江人 只要他得到这把神力 他便能成为新一代的剑神 报仇便轻易而举 只可爱 想到此处 他顿感浑身发烫莫名的兴奋 随即 一人一怪激站在一起 可他始终小看了这只小江人 双方紧紧交手两个回合 他便发现对方并不简单 这只小江人并未流藏血泪 可身体却像保护后的江人一般灵脸 手上的克相剑更是我的无语声色 剑撞江源不敢有丝毫 冲招犀利且招招制 一时间把小江人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旁的超通天看出了端倪 江源表面上压制了小江人 可实际已渐渐落入下风 不出百招江源壁板 果然话音刚落 江源的长剑变败在克相剑之下 就在江源愣神的瞬间 小江人的力爪已然杀刀 江源侧身惊险赌不力冲 可却不慎被石头半倒在等 危机之际 同伴的救援及时赶到 可暂时击退小江人后 众人脸色依旧凌重 小江人的强悍远超他们的想象 尽管他们此时人数占尽了优势 可众人心里也不败 即便拼上全部人的信物 也无法战胜首持克相剑的小江人 必须想办法尽快撤退 这时柳白红灵光一时 他露出了艰刑的笑容 随即一道寒风划过天际 一旁的亚极度还没来得及反 喉炉便在地上翻滚了数十圈 看着兄弟突然被杀 西约五颠散人勃然大骂 暴起要为兄弟报仇 可是如此近的距离 剑招显然比拳法更为刚猛 他一个照面便被割断手机 而柳白红完全不管 正在暴怒的超通天 他大喊一声 他心的江源快跑 你想留下来为江人了 随即头也不回飞速跑向密岛深处 而江源虽然心有不甘 但也只能落魄的头 为报仇他不惜坠入无道 可到头来却连一只小家伙都无法略 那又弹劾去挑战满清第一勇士 另外一边的红定山 他们来到了一座破败的皇城外 此地满是战争的痕迹 刀剑战车随处可见 可却不见半句射 显然这支军队是遇上了江人 士兵们怕早已被吃得一干二净 这个男人只因江人多看了别人 他一气之下与对方厮杀数十年 并且坐到全身而退 他还凭一己之力建立数百宗义史 可就是这么一个狠 现在却被迫沦落到当起带路 看着身后数百回无大汗 红定山顿感压力山大 可他并没有就此黄澜 他看着面前硕大的皇城 一个邪恶的想法油然而生 他决定不动一刀一剑 杀光这群侮辱威胁他的人 于是 他抱起小皇帝罗掖开始 见状身后的众人脊椎而上 在越过护城河后 他故意放慢速度 让身后的江掌门得以跟上 两人刹那间激站在一起 红定山边打边跑 还故意释放出内力 再进入了一红院后 红定山终于停下手 他告诉江掌门 此地是他所见的一个巨岛 皇城所有的物资 都被他聚集在此 在此修整万无一时 说罢便不理会众人 开始找地方休息 但他并未选择舒适的二名 而是刻意选择在楼梯的位置 众人半信半疑 可长时间的感觉 让人们疲倦不堪 他们只能选择就地休息 就在人们放松警惕之时 一红院忽然发生崩塌 一个奇怪的物体掉落水 有耗使者上前查看一番 但就在他如乌龟一般 伸出头的那一刻 一个漆黑清臭的身影 突然扑出水 江人一口将他死死影 紧着着用力拉扯 内人的脊椎 犹如蜡条一般被声声抽出 见状罗叶交集询问 何时出手 可红定山却表示 只需静观其变 只因一红院年久失修 二楼早已腐朽不堪 稍微挪动便会吸引江人 楼上的人很快便会发现这点 为了保命自然会有所行动 跨阴刚落 身处二楼的江掌 悄悄捡起了碎木头 随即手指轻轻一抬 碎木头刷的一声划布虚 在一楼同伴的脖梗上 划出了一道伤口 一丝血腥味飘然而来 此位一出身旁的江人立马炸 一红院顿时乱作一场 人们发疯般地冲向出口 可谁知 迎接他们的又是一张血管大口 咚的一声 一条鲜活生命化作了碎骨 直到此时人们才发现 他们早已被江人包围 绝望的情绪一下子涌上心 而另外一边的身灵深处 在不起眼的小肚堆中 一个健硕的老头破斗 随其骇人心红的气息冲天而起 老头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武林盟主 十方一步 他站立中天 无惧任何 可此刻 他却像落水狗一般 不停攀爬血海之声 只因他已踏入人道巅峰 无尽杀意将会侵蚀他的神志 假如顺利越过此山 便能驯服所有杀意 成就一世霸业 败则堕落黑暗城 杀人魔头 他用尽力爬上了反风 然而 眼前的景象却让他胆战心惊 一个万米高面路凶煞的地狱阿修罗 正死死盯着十方一步 山后的景象竟是如此可怕了 十方一步如坠冰 无力感游然而生 原来 这就是剑胜自费双手的真正武力 此等神魔凡人无法战胜 随着阿修罗双手合适 十方一步彻底迷失在无见修罗之境 最终沦为杀人机器 随即 他踏破虚空向着青城山杀去 四川皇城一红院内 江人疯红的杀戮者 武者们已死伤无数 红定山淡定地看着这一切 他有十足的把握撤离子 但就在这时 地上一个重伤的武者突然发难 暗忙如幽灵般划过了天井 将二楼武者划出深深的伤口 江人刹内间被血腥味吸引 随着安全的二 顿时成为人间地狱 江掌门下的大惊失色 赶忙持剑威胁红定山 可这时屋底再次发生动态 红定山趁机发难甩开了江掌 然而他并没有往路外离去 而是跳进一幅院的水池中 原来水底深处近暗藏密道 江掌门紧随而止 他想要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可他始终慢了人 被红定山无情地关在密道外 只留下他一人待立在原地 皇城之外 夏小川一行人已赶到此地 他们感受到江人的渴不杀气 可夏小川并没有惧怕 反而想进城一探究竟 换作以往 这种行为必然是送死 但今时不同往日 夏小川已知晓对付江人之法 于是他便与废青年一同情 可两人没走多久 便遇上了逃生的五指 五指身后的江人 如同恶鬼一般如影随形 眼看就要命丧当场 突然一把寒芒重重地 站着江人的一声 原来是夏小川两人出手